說到最近解放軍是頻頻挑釁 但是我們看一下國防部最新公布的 國防預算當中 這人員維持費就再創新高了 逼近一千七百億元大關 想像近五年是大幅增加了兩百三十八億元 連部隊的戰力 當然也是大家熱門的討論話題 有民調顯示 當時有高達百分之六十六的網友支持 全面恢復徵兵制 最近二零二一年度 國防預算總計共三千六百六十八億元 但人員維持費再創新高 競逼一千七百億元大關 人事維持費佔了近一半國防預算 等於排擠其他作業維持 和軍事投資等預算 但其實這樣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年 近幾年政府在軍人本縫及專業加給 適度調整有絕對關係 揚冰成本逐年增高 不只佔國防部明年度主管預算的百分之四十六點二四 更比九十七年的一千兩百六十五點三八億元 高出四百三十億元 而人事費自九十九年起 已經連續十二年佔國防部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儘管國防部喊出預計在今年年底志願役邊線將達到百分之九十 外界憂心退伍後備軍人戰力能否即刻成長 甚至有重回征兵制的聲音 而當前四個月軍事訓練役一三年實施後 只占較招邊管人力四成左右 志願役及一年之一物役則占六成 國防部重征軍事訓練役並不會成為後備戰力 網路媒體所做民調也顯示 百分之五十二的網友認為 支持真兵制和女性服兵役 百分之六十六的人支持 因全面恢復真兵制 其中十八到十九歲 有百分之九十六點三的人 願意為國上戰場 沒想到其中高達百分之八十七 不願恢復真兵制 有許多人他不願意當兵 你把他爭來以後他也沒有心 還不如我們在這一個 真兵上面 募兵上面能夠有更好的成就 面對中共長期威嚇挑釁 國軍戰力再遭放大鏡檢視 現行兵員制度真能有效制敵嗎 國防部必須得謹慎評估 介林事長 謝岑台北相關報導 來看到這位是名將立委高嘉瑜 他人氣相當夯 現在似乎還紅到了對岸去 先前才有中國網友替他辦了假的微博帳號 之後現在又有中國網友替他開設假的 今日頭條帳號 這讓高嘉瑜自嘲了 說應該要讓共軍見識一下台灣最強的國防武器 也就是他的歌聲 我終於看到所有夢想都開花 阿嬤你現在在哪裡 換掉你心會開 我的心會開 民藏立委高嘉瑜 每每開嗓總能掀起話題 港湖胖虎魅力無法擋 朝行熱度甚至風靡到對岸去 今天開始就陸陸續續有網友就在我的臉書上留言 然後截圖這個今日頭條上高嘉瑜的帳號 然後問我說是不是我本人 中國今日頭條網站上上頭帳號寫著高嘉瑜是台灣民意代表 裡頭發了五條頭條 有806個讚 1192個粉絲 甚至附上高嘉瑜參加金曲獎頒獎典禮的照片增加可信度 但這個帳號並非本人持有 幾乎是把我臉書上的貼文都全文照燈 然後完全複製轉移到這個中國的這個今日頭條的網站 能夠讓更多的中國網友認識我們 其實也不是一件壞事 那最主要就是說 希望他能夠把正確好的一些觀念能夠帶到中國去 身份被中國網友冒用 高嘉瑜實在很無奈 其實早在四年前也曾發現中國民眾 替他扮假微博帳號 這回再抓包 高嘉瑜自嘲 該讓共軍見識一下台灣最強國防武器 不知道有沒有把我這個唱歌的影片 也露石的照燈 看能不能真的感化共軍 然後成為這個台灣最強的生化武器 共機擾台 我們要驅離的那個廣播 可以改入高嘉瑜為人的聲音 他們聽到應該覺得很熟悉 很恐怖 中國加上號猖獗 假冒知名人士博取關注 高嘉瑜不和對方一般見識 要用歌聲大膽宣戰 我網友也已經見識到我的威力了 會怕就好 據有林漢廷 黃欣 台北 蔡芳報道 聚藝 你嚇唬 小子 車子 駕駛 古您 剛好 車子 車子